欢迎收看全球趋势新闻 我是徐信阳 联合国第26届气候峰会 预计在10月初在苏格兰 格拉斯哥举办 将邀请各国领袖一同讨论 应对气候变迁 全球暖化等的议题 提出共同解决政策 而在10月26号 联合国公布一项新报告 警告目前各国与化石燃料公司 再不采取行动 大幅减少钛盘放量 让全球暖化可能会上升 摄氏2.7度 让各地人民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民众呼吁拜登政府 遵守巴黎气候协议 减少化石燃料跟碳排放 类似的示威游行 也出现在世界各地 希望向各国政府施压 好在联合国第26届气候峰会中 做出实质改变 化解气候危机 警告 也不足以防疫苗的防疫苗 也不足以防疫苗的防疫苗 因此,我们要求 那些国家,现在的防疫苗 他们知道的 能够抑制一下 要做1,5约的防疫苗 和我们的信息是 直到这件事发生,我们会抑制 的水平的水平 越来越来越来越多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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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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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但跟很多其他练习的决定栏目 有关的决定栏目 尽量的决定栏目 尽量的决定栏目 在G20中有20国家最富人的决定栏目 20国家最富人的决定栏目 那是那些决定栏目的决定栏目 而是那些决定栏目 而是那些决定栏目的决定栏目 联合国第26届气候峰会 预计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办 10月31号开始到11月12号结束 会议主题包含全球气候跟生态保护 并评估各国是否有遵守2016年的巴黎气候协议 还有是否可以照学者期待 在2030年前减少5成的碳排放量 目前英国从2019年来开始推动车子电动化 鼓励民众改大大众运输工具 骑脚踏车来减少20%的碳排放量 欧盟也计划在2030年减少55%的温室气体排放 不过全球碳排放第二高的美国 最新提出的亲近能源法案 在国会中遭到阻挡 而印度 沙鲁阿拉国 跟中国等其他碳排放大国 都没有任何动作 对于由于一%减少50%的胘虚 乐图更多了 总是2030年减少2035年减少 the big emitters the us china and of course after a point also india don't look like they're doing enough i'm guessing that is why it looks so bad in terms of what the pledges are telling us it's a world we really don't want to find out about uh large areas of the earth would have unlivable heat at uh parts of the year we would see the kind of climate impacts we saw last summer of massive heat waves in canada of floods washing houses into the rivers in germany and people up to their necks in water on the subway system in china happening with great frequency and for me i think it's very hard to see how agriculture globally can adapt to that kind of level of change uh and keep food supplies going for what will at that point be eight or nine billion people on earth is it would be a real catastrophe and and world leaders um in in these next two weeks really need to um push hard to have practical policies to reduce emissions in the short term 在高峰会前夕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分别公布新报告 指出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创下历史新高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而各国目前做出的减碳政策只有减少7.5%的碳排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警告如果各国与化石燃料公司再没有积极动作 不但无法遵守巴黎气候协议全球气温很可能会上升超过设施2.7度 让各地极端气候现象更加严重 随着墨西哥疫情逐渐好转 首都墨西哥城正在进行王林杰游行的相关准备工作 2015年张姆斯旁的007《恶魔四伏》上映后 王林杰受到各地游客的关注 根据报导这次的王林杰游行可以吸引约200万人前来一同共襄盛举 我们的工作室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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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传统众传统众传统传统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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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成货币 的藝術 藝術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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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再次放在场上这种传统 是美丽的 现在我们正在专业的模式 专业的模式 专业的模式 市政当局正在用街道装饰品宣传游行 而工帐们在制造巨型花车 服装和传统头骨 2019年游行大道沿线的观赏民众 有接近300万人 酒店入住率为90% 全世界都引领期盼 这睽違两年的亡灵节大游行 一同体会节气那份结合死亡 和欢乐的墨西哥精神 除了墨西哥的亡灵节外 在前一年因为新冠肺炎大流行 而被取消的传统西班牙一年一度的 迁徙放牧节也重返了马德里街头 一千多只绵羊和山羊挤满了街道 大批民众前往参与观赏这次的活动 这一年是一年特别的 因为过去年没被放映 而我们没有人来的同样 因为人仍然是害怕 但每年这一年是真正的活动 它是很瘋狂的,但它是像是一種種類似文化的文化 而在這裡住在這個疫情的疫情,很瘋狂 我喜歡 這是一個記憶,因為我父親是教士 所以我當時在家裡的記憶 千禧放牧節是一項傳統活動 該節日自1994年開始舉辦 宣導廣泛的畜牧業和千禧 作為保護神武多洋性和應對氣候變化的作用 該節日也是一種抗議 旨在呼籲當局保護當地約十二萬五千公里長的 季節性遷徙放牧路線 許多人擔心這些路線正在被房屋和道路的建設所破壞 其中許多路線早已成了都市 南韓前總統盧泰瑜26號在首爾國立大學醫院病逝 享受89歲 軍人出身的盧泰瑜在韓國由威權轉民主的時期 扮演了重要角色 盧泰瑜也曾收受數十億韓員秘密資金 在卸任後被曝光 被判17年有期徒刑 1997年底獲特赦 這也是他人生最大的污點 這是因為貪腐被捕的南韓前總統盧泰瑜 1997年被判17年有期徒刑 罰金約新台幣60億元 26號他因病去世享受89歲 盧泰瑜生於慶上北道達成郡 1955年自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即入伍 盧泰瑜生於慶上北道達成郡 1955年自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即入伍 與另一位前總統全斗煥同期 全斗煥1979年發動雙十二政變奪權時 盧泰瑜率兵相助成為政壇第二號人物 並被指定為接班人 1987年盧泰瑜在六月民主運動發表 六二九宣言實施總統直選 同年年底他在總統大選打敗金偶三 金大中和金中密等對手獲勝 成為南韓首位民選總統 In 1987, he and his party members drafted a new constitution, which included the provision to chang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to a direct election by popular vote.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 odds seemed to be stacked against Noh, with many voicing their distaste for his ties to the Jeon administration. But Noh campaigned himself as an average Joe, and he went on to win, albeit by a slim margin with 36 percent of the votes. 他在任期間推動北方外交政策 和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建交 1992年與中華民國斷交轉和中共建交 1995年他任期結束兩年後 因為侵吞政治資金被捕 成為南韓第一位受審的前總統 同樣也經歷過被捕受審入獄特赦的群斗患 目前高齡91歲 罹患多發性骨髓流,狀況也不佳 10月中以色列考古學家宣布他們在亞夫內 發現了一個1500多年前的釀酒廠遺跡 這是目前發現的半占庭時期最大的葡萄酒壓榨設施 亞夫內位於特拉維夫以南約15英里 地中海以東約4英里處 大約2000年前,羅馬人摧毀耶路撒冷時 當時的猶太領導人的避風港 據考古學家稱,葡萄園成為他們 新的研究場所 我現在正在一面大小的酒壓榨 這只是一個五個大小的酒壓榨 這給了一個大小的酒壓榨 我們從這一個地方 考古學家發現了五台葡萄酒壓榨機 並發現了儲存酒類的倉庫 官方發表了聲明表示 一機的設施結構良好 可用於葡萄酒生產 葡萄酒壓榨機 占地大約2400平方英尺 近10英尺深 官方指出 每台壓榨機之間有四個倉庫 裡面有大型搖爐 稱為加沙罐的儲存容器 和數千克陶器碎片 那以上今天帶您回到1930年10月27日 這一天是美國普利茲獲獎詩人 西維亞·普拉斯的生日 出生在美國波士頓 在普拉斯八歲時 他的父親去世 讓他的家庭經濟一度陷入困境 並讓他在成長與心理健康受到影響 從青少年時期 普拉斯就開始做文學創作 其中有不少詩詞 都談及到他的父親的世事 並在1963年以秉明 出版了傳記小說《瓶中美人》 講述他在開始工作後 經歷憂鬱症、自殺未遂的過程 1956年普拉斯與英國詩人 泰德·修斯結婚 但兩人婚姻並不美滿 普拉斯曾經流產 指控丈夫家暴 最後在1962年輕生 享年30歲 包括父親和女婦拉斯 謝謝您的收看 不要忘記訂閱和分享全球趨勢新聞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